而且我觉得您把它讲到 这是一个原始的心理学 其实跟每一个人都有关系 然后每一个人听了佛诞的故事 听了您讲解这些佛经里头 原始佛经里头很多概念 对自己的心灵都有帮助 都能够有疗愈 所以其实你不要管他说 我是基督教徒 天主教徒或者回教徒 或者我是哪一门哪一派的佛教 其实都不用管了 你就把自己回复到一个人 每一个人都需要去做心理治疗 有一个疗愈的过程 而在佛经的这些故事 这些哲理当中 真的我们可以找到 适合自己的疗愈方法 就比如说讲到宗教彼此的关系 就比如说 我就认识天主教的 那个迪纲总主教 迪纲总主教 他年纪已经90多岁了 是 那有一次跟他聚会 我就拿一本书请他签字 那他就很认真的 因为每个人都拿着书 准备要给他签字 他对我来讲特别认真 他就真的想了想 然后一个字一个字 一个字一个字就想 他说上主不问你做了些什么 上主问你是谁 你是什么 我好感动 那事实上 你说我跟天主教有什么差别 我就觉得我们因为被困在一个现象里面 我们个人的现象里面 那叫appearance 就是我们都困在 无论是物质的 或者是心里都是一个appearance 可是底下有一个virality 它有一个真相 reality 里面有一个reality 那这个reality呢 是跟这个现象 appearance是合一的 可是我们只看到了说 这个appearance 所以你刚说 我们老是在计较说 我是什么 我有什么 我做了些什么 可是他说真正的这个天地 是要问说你是什么 你到底是什么东西 那这个了解 完全把你自己开放 就是你所有的精神病 都可以解决 这句话是不是也跟您在故事里头 曾经讲的七步生年 是的 佛祖一出生 走了七步以后 他说什么 唯我独尊 天上天下 天上地下 唯我独尊 那我以前一听到这话 怎么那么骄傲 怎么叫唯我独尊 老师你跟我们讲一下 那个我已经是天地间的大我了 那个是一个 如果按照佛教来讲 它是一个无量的 没有编辑的 就好像universe的灵魂 我们在灵魂这是我们会局限在我的那个世界的我的个性 我的appearance 那个状态 我个人我就是我这样 我喜欢这样 我不喜欢那样 这就是我的性格 你要拿我怎么样 那这个就是你受困的真况 可是把这个小我的壳一打开的时候 你就发现那一点原始的东西就好像光明一样 跟所有的光明是无量无边的 就好像这个宇宙用光年的速度在扩张 那这个光是没有编辑的 所以佛法叫做无量跟不可思议 所以那个我就是无量的 在这个你跟这个universe是同一个东西 然后你就是一个小宇宙 虽然你这是一个幼小的baby 你就已经是有了那个光 一旦你有了这个觉性的光 这个光是跟所有的光是连结在一起 而是一个无量无边的光 而这个佛母呢 是她的摩耶妇人 是叫做大梦 是一个梦幻 就是母亲是一个爱的梦幻 就是她造成了这个无从无尽的现象 可是这个现象全部 如果他们都开悟 都明心见性的话 这是一个全体的光 所以这个对于人的这个 个人的局限性 以及这个全体无量无边的光明 你一旦知道的话 就可以懂得说 这个所谓的将缺憾 以缺憾还诸天地 我们以为我们是缺憾 可是你当你一旦跟天地 融结成一起的时候 你觉得说 你这辈子可以安心 你回家了 你随时都可以回家 这么深沉的佛法 真的在我们大树之歌 话说活脱里头 其实只是一个 就像西老师讲的 ABC123 是一个开头 希望借由这个影片 这个美丽的画面 跟西老师美丽的言词 声音还有文字 书法等等 把我们带进一个 开始的境界 那希望以后西老师 再继续跟我们讲 更深的佛法好不好 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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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乐